恐怖的急寒降临后 我囤满了货带着父母躲在家 冰天雪地里 我们一家三口围着桌子涮羊肉 正文开始 这是我第三次做这个梦了 梦里四周都是白蒙蒙的 额毛大雪被寒风吹得疯狂飞旋 急寒似乎把空气都冻得凝滞了 冷气吸进鼻腔 让整个呼吸道都紧缩起来 我感觉有些窒息 四处都是被冻在冰面上的尸体 我身边是早已死去多时的亲人 他们的身体成了冰雕 轻轻碰一下 四肢就掉到了地上 摔得四分五裂 放眼望去 已经没有活人了 天地间只剩下了寒风呼啸的声音 我蜷缩在角落里 四肢先是钻心地刺痛 然后慢慢变得麻木起来 失去了知觉 没过多久 我的神智慢慢恍呼 眼前似乎出现了一道白光 我猛地惊醒 满头大汗地从床上坐起来 窗外的虫鸣依稀传了进来 屋里没开空调 热得像个蒸笼 我的后背已经被汗湿透了 抹了把脑盲上的汗 我动了动僵硬的脚趾 情不自禁地打个冷战 又是这个梦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做这个梦了 地球一夜之间 陷入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中 全球人口锐减 我们全家人 几乎都死在了这场浩劫里 如果说第一次做梦 我还能感叹一声灾难片看多了 那么第三次再梦到一模一样的内容 我就后几倍发凉了 这他妈太恐怖了 那种对活活冻死的感觉太过真实 指尖还在隐隐刺痛 到现在我还是一身冷汗 我甚至清楚地记得极寒降临的那一天 8月21号凌晨 剩下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雪 然后吞噬了无数人命的寒冰地狱就来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 8月19号 距离21号凌晨 只剩下了两天 一个闪电般的念头 划过了我的脑海 让我浑身一击灵 这该不会是 预言 不然该如何解释 连续三天我都做了一模一样的梦呢 我浑身汗毛植树 睡意全消 坐在床上想了一会就拿起了手机 爱可查我的银行卡预额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 这三个梦 必然是预示了什么 我必须要行动起来 我是搞个体的 这段时间生意一般 我把电都对了出去 现在手头所有的卡价起来 只剩下30万左右 可是 我拿着手机的手停了一下 动作停住了 不过只是一个梦而已 有必要这么大动干戈吗 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 折腾一遭 要是饥寒没来 我这两年都要白干了 我愁愁起来 迟迟下不了决心 就在这时 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下 来了个通知 我打开一看 是条短信 气象部门 轻视气象台 2022年8月18日2点13分 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手负热带高压控制 预计正阳 风阳等区域 最高气温将达到45摄氏度 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黑暗里 我盯着惨白的屏幕 瞳孔紧缩 是了 梦里我也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 连续三天的高温后 大雪纷飞 极寒骤蓝到来 我额头冷汗沁出 咬着牙坐到了桌边 不能再犹豫了 我必须现在就做出计划 我直接给爸妈打了越洋电话 他们俩现在还在泰国旅游 我让他们现在立刻托团 买最近的机票赶回国 我爸妈在电话里声音有些诧异 兰兰你疯了 花了好几万报的 团还没完两天呢 家里出事了 我摸了把脸疲惫到 你们听我的就对了 我还能害你们吗 一定要最早的飞机 争取明天就回国 我爸妈虽然有些嘀咕 但还是拗不过我 值得答应了下来 回了家 我赶紧找人在卧室 加急安装了隔温涂料和泡沫层 因为时间太紧 来不及装修 有些粗糙和不美观 但是此时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装修的时候 楼上下来找我好几次 穿着吊带裙的干瘦女人 砸门的声音很响 开门后弯了我一眼 有些刻薄 装修弄得叮叮当当响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我老公值得都是夜班 耽误了 他休息怎么办 我好生好气的道歉 不好意思 我已经尽量挑上班时间装修了 早上十点之后 晚上六点之前 麻烦您体谅一下 女人发了个白眼 她身后一个高壮的男人满脸横肉 表情凶热 举起拳头下火 你他妈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我白天要补觉 你这叮光叮光的 我压根就睡不着 我耐着性子问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能晚上装修啊 这样 不然我就下午装 上午不装行吗 上午也不行 女人没帮树起 你耽误了她上班 要给我们误工费 我有些无奈 楼上这家邻居实在是很奇葩 之前他家占了邻居的车位不肯让 非得逼着邻居去找别的车位 还总是把垃圾满楼道扔 弄得保洁天天抱怨 他家的难缠在小区里是出了名的 然而 此时我已经没时间和他们耗下去了 我直接从钱包里数了一千块钱递过去 我就装修这两天 这是误工费 就当补偿你们了 一千怎么够 至少得两千 女人眼睛亮起贪婪的光 去着我的钱包 我强压住怒火 又抽了一千块扔到他手里 猛地关上门 门外传来得意的笑声 随即女人隔着门大喊 就两天 超时还得加钱 我没搭理他 继续整理我的东西 有命拿我的钱 就怕他们没命花 装修还在继续 我抽空把周围能找到的所有超市 扫荡了一遍 容易坏的肉食我打算放到20号再买 现在还是高温 带回去一天就要臭了 我先买了各类米面凉油 水果蔬菜 还有日常需要的调味品 满满的装了几大购物车 分了好几次运回家里 还有各种羽绒服 羽绒被 年被之类的饱暖用品 又花了不少钱 除此之外 我还买了各种药品 酒精燃料 打火机 柴油发电机和柴油 暖宝宝之类的生活用品 还有大量饮用水 手机到了那个温度 是别想用了 我只买了几个充电宝 留作备用 所有的事情办完后 我这才拿起手机 打算给我爸妈打电话 算算时间 他们也应该到了 可是刚拿起手机 我就愣了 我妈发来了一条消息 蓝蓝 这两天刮台风航班延迟了 你别着急 应该一会儿就能走了 我脑子嗡了一声 等再打过电话去 那边已经不接了 我赶紧查了机票 他们订的应该是 最近一般的风航 FV2164航班 已经延迟到了20号上午 我是19号凌晨 给我爸妈打的电话 如果他们能顺利回来 现在就应该已经快到了 可是如果现在 如果是20号上午的话 那就要21号凌晨到了 正好赶上寒灾 我浑身的血都凉了 赶紧给他们一个 接一个的不停打电话 可是也不知道 他俩在干嘛 居然一直没接电话 直到20号凌晨 我妈才给我回了个信息 我们马上上飞机了 别担心 你爸手机丢了 我手机快没电了 先不说了 等你去机场接我们吧 我简直欲哭无泪 好消息是 记忆里寒灾会在 深夜12点钟降临 他们的飞机不会受影响 坏消息是 等他们下了飞机 估计还没取完行李 寒灾就要来了 哪怕第一天 温度不会降到那么低 也得有个零下20度左右 他们刚从泰国回来 恐怕连个外套都没有 估计一会都撑不住 我必须提前就去机场等着 接到他们立刻回家 不然 我想起那个梦境里的惨状 浑身发冷 最后一天 我买了很多肉食产品 猪肉 牛肉 羊肉 鸡肉 鱼类海产类 堆满了我家的冰箱和冰柜 实在放不下的 就先扔在储藏室 把空调开到最低 一时半会儿 应该还坏不了 所有的物资吞起后 我手里的钱剩下的 全换成了煤块和木柴 堆在了书房 极寒之后 人类彻底失去了秩序 水电很快就会彻底断开 想要取暖 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 生活 我不知道我准备的东西 够用多久 但我已经尽力了 一切准备就绪 我开上车到了机场 等着航班降落 夜幕很快降临 我带着两件大羽绒服 缩在机场的椅子上 瞪着眼睛 毫无睡意 机场里虽然是晚上了 却还是人来人往很热闹 四处灯火通明 LED大屏上是当红女星的广告 正效盈盈地介绍着一款喜护产品 来来往往的行人 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还有不少旅行团聚在一起 几十号人凑在一起大声说话 导游举着小红旗 招呼他们去托运行李 大概是要出去旅行了 他们的表情里全是开心和期待 我看着他们 心里有些复杂 这些天 我在网上发了不少预警的帖子 因为害怕被说是造谣 我说的都有些隐晦 公里的大钟一格一格地走动着 每动一下 我都是说不出来的紧张 我既害怕急寒降临 又害怕他不来 我紧紧地盯着时间 一分一秒地过去 九点 十点 十一点 终于 十一点四十的时候 航班信息开始播报了 甜美的女生响起 封航FV2164航班 已经抵达青市国际机场 刚才我已经发了无数信息 要求我爸妈下了飞机 不要拿行李立刻出来 也不知道他们看不看得见 白痴的灯光照的航班楼里 冷冷地亮着 透过窗户 可以看到外面穿着短袖短裤的行人 每个人脸上都是大汗淋漓 小姑娘的妆被汗水冲花了 正在街边拿着气垫补妆 有的中年男人 干脆拉起衣服下摆 露出整个啤酒度散热 今天确实很热 最高温度达到了46度 体感温度更是高的离奇 打个鸡蛋在马路上不一会熟了 是今年夏天最热的一天 但是专家称 今年夏天为未来100年内最凉快的夏天 也就是说 之后的每一年都要比今年更热 只有我知道 不可能了 梦里没有显示极寒持续了多久 因为极寒降临没几天 我就冻死了 那种绝对低温 让我想起了地球历史上的大冰期 据说有的地方平均温度 甚至可以达到零下50度 整个地球都被冰冻起来了 只有少量生活在火山附近 或者为结冰海域的生物才得以存活 我不知道这次的极寒要持续多久 但我知道 短时间内肯定不会结束 我要做好长期抗寒的准备 谢天谢地 我爸妈这次终于听了一回话 没拿行李就急匆匆的来了 我爸挺着个大肚子 穿着一身花衬衫 头上还带了旅游景点买的编织草帽 朝我挥手 我妈大晚上的则戴着个墨镜 穿了一身碎花裙子 还不忘了给自己补补口红 他们身后跟着张阿姨 也是这次一起去泰国旅行的 之前听我妈说她因为水土不服身体难受 也跟着一起回来了 这儿 我着急的冲他们招手 不停的回头看向航班楼上的时间 11点57分 三分钟后 这里将变成冰封地狱 我爸妈小跑着跟着人群出来 我妈急的拍了我一下埋怨道 急成这样到底咋了 出啥事了 我哪有闲心跟她默契 拉着她就要走 余光一扫 却看到了一边站着的张阿姨 她是我妈老朋友了 只不过为人有点爱显摆 我不是很喜欢她 但此时我还是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 问了一句 张姨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张阿姨扫了我一眼笑了笑 伸手捋了一下头发 矜持的笑道 来来啊 你们走吧 阿姨等我闺女女婿来接我就行 他们都在路上了 我知道张阿姨闺女找了个有钱人 开的都是麦巴赫 她特别喜欢女婿开这辆车接她 觉得有面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本来我对这个总是按戳戳用女儿 跟我比的张阿姨也没什么好感 当下点了点头 拉着我爸妈就往前跑 我用余光扫了一下航班楼上的时间 11点59分 身边的人都在嚷嚷热 明明已经到了午夜 温度却越发高了 连机场里的空调也不顶用了 整个机场里面热无比 似乎连空气都不流通了 我爸汗流加倍地边跑边传 歇会儿太他妈热了 这特娘的怎么比在泰国还热呀 我妈刚补的妆 已经被汗水冲出了两道白痕 她边擦汗抱怨 就是跟蒸笼似的 我感觉都要熟了 我看了她一眼 马上就不热了 冬 现在是12点整 航班楼开始播报时间 电子音响起的一瞬间 我心脏猛的一颤 扭头看向窗外 窗外一阵寒风打着旋的吹过 漆黑的夜空突然有雪花飘落 被霓虹灯映成了奇异的颜色 先是一两片雪 迅速被高温融化 然后铺天盖地的雪 纷纷扬扬地落下 玻璃上迅速蒙上一层白色的水汽 旁边一个人惊呼道 卧槽 下雪了 八月飞雪我靠 有什么冤情 一个年轻男人兴奋地打开手机 开始录像 周围的人都围到了窗边看热闹 人声嘈杂 大声讨论着这场奇景 没有人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死亡 额毛般的大雪呼啸着从天际降临 像是一场神法 而被惩罚的人类还无知无觉 似乎就在一瞬间 温度就降下来了 我妈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纳闷道 怎么突然感觉有点冷 你们冷不冷 我抿了抿嘴 从袋子里掏出羽绒服来递给他们 沉声道 走 再晚就走不了了 刚出航站楼的大门 一股寒流就扑面来 动了我一击零 雪花很大 被风呼啸着吹起在空中飞旋 很快地上就积了薄薄一层雪 机场路哪怕是凌晨也很热闹 街边都是行人和等着拉客的出租车 然而此时大家什么都顾不得了 有车的着急忙慌的往车上钻 没车的纷纷往机场里跑 我爸一屁股坐进车里 惊慌道 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下起雪来了 我扫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温度 零下五度 短短五分钟之内 温度只降了四十多度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启动车打开了暖风 一脚油门冲到了马路上 温度变化太剧烈 我妈动得直哆嗦 说话的时候都带着白色的哈气 到底怎么了呀 咱这冬天也没这么冷啊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看 他们惊慌失措的神色 简短地把这几天的事情 和他们说了一下 包括那三个诡异的梦 和这几天我囤的物资 我爸妈听完半天都没说话 过了半晌才听到 他们咽唾沫的声音 这件事本来听起来天方夜谭 然而现在外面就呼啸着漫天的风雪 又变得离奇的可信起来 那我妈的嗓音有些干涩 咱们现在怎么办 她慌了神地看向我爸 零下40摄氏度 那不跟南极差不多吗 咱们能挺得住吗 我妈说白了就是个家庭妇女 平时看着挺厉害 真碰上事就没个主心骨了 我猛打方向盘一路下了高速 强撑着冷静道 别怕东西都准备好了 咱们坚持坚持一定能挺住 车里的暖风已经慢慢没那么热了 因为外面的温度正在急剧降低 不到20分钟气温又降了10度 现在已经将近零下20摄氏度了 轻势靠海 冬暖夏凉 我们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车里很快上了一层哈气 我不得打开储物 可雪下的太大了 四周都是乌蒙蒙的一片 被远光灯映成黄色的雪花密度极高 光线根本穿透不出去 我以为能很顺利的回家 可是远远的却望见高速路口 抬起了长龙 可见度太低造成了塞车 所有的车都堵在一起 还有穿的单薄的司机 哆哆嗦嗦的向往收费站里跑 队伍长得居然一眼看不到头 我猛地砸了一下方向盘 糟了 万万没想到下高速的时候会出问题 现在前后都被堵住 我们压根就走不了了 四耳的声音此起彼伏 很多司机都在愤怒地按喇叭 可是没有人敢开车门冲下去 事发突然 几乎所有人都穿着短袖 现在下去用不了多久救得死 只有在车上吹着暖风 才有活下来的机会 到处都是车灯的亮光 我无奈地抱住胳膊叹了口气 等着吧 估计也就一会儿 应该很快了 暖风开到最大 被加热也打开了 我爸妈暖和过来 迟疑着点点头 事情远没我预想的那么乐观 一个小时后 车队依然堵在一起 而身后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亮起的车灯 蔓延到看不清的远方 最先熄火的是电车 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 颤抖着从车上下来 座椅的垫子 已经被他拆卸下来 裹在了孩子身上 他哭着敲着旁边的车窗 车没电了 求求你让我们上去吧 不然孩子就要冻死了 泪水在寒风中凝结 落在地上 旁边的车主也是女人 好心的打开了车门 让她上去 女人千万谢的流泪 抱着孩子上车 我妈面色凝重 叹气道 造孽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笑蓝蓝那个 梦不是真的吧 不然的话 我爸皱着眉搓了搓手 夜色渐深 车鸣喇叭的声音 已经少了很多 所有人都在想尽一切 办法省油取暖 后座上 我妈的肚子突然咕噜叫了一声 她脸一红 早知道我就不嫌飞机餐难吃了 蓝蓝 车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出发之前 我在车上对了点吃的 没想到竟然真的用上了 我从副驾的底下 搬出三盒自热米饭 递给我妈 凑合着吃吧 别的都在家里 我妈把矿泉水倒进自热锅 封好后放到了一边 加热包很快升温 水沸腾起来 腊肠的油香 从盒子的缝隙里钻了出来 以前我对自热米饭压根不感兴趣 这种素食产品 怎么也不可能比得上新鲜的好吃 然而一打开盒子 扑面而来的香气 熏得我胃都酸色的如动缩紧 口水不断的分泌 我这才想起来 我已经忙了一天都没吃饭了 腊肠切成小块 带着肥瘦相间的亮泽 一口咬下去 微硬的腊肉就夹杂着一点肥 在口腔里爆出油花 米饭蒸得很软 充分混合了酱料和腊肠的香 一大口下去只剩下了满足 鸡肠碌碌的胃得到了预贴 我妈是真饿了 狼吞虎咽的把饭吃完 感叹道 我还是第一次觉得 自热米饭这么好吃 我三两口扒完了剩下的饭 收拾了一下 用塑料带岩石的封起来 塞到座椅下 吃饱了 我有些饭困 仰在座椅上眼皮打架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四周变得越来越热闹 无数熄火的车主下来求助 有的遇到了好心人上了车 剩下的 走无头苍蝇似的 无助的敲打着每一扇车窗 过了不知多久 前面的大喇叭里 传来工作人员的声音 气温骤降 请大家做好保暖工作 保持秩序 有序通行 气温骤降 请大家做好保暖工作 保持秩序 有序通行 我睁开眼 发现前面的车队 正在缓慢的移动 立马打起了精神 踩油门跟上 还行 比我想象的快了不少 我故作轻快 却发现身后的父母都沉默了 他们正转着身子 抹去车后的白雾 盯着后面一言不发 我朝后视镜看去 几倍一寸寸的泛起凉意 整个人如坠冰窟 身后的车流里 灵星有一些人 浑身僵硬的躺在地上 没有被雪覆盖住的肢体 清白一片 和四周几乎成了一个颜色 这是车里熄火 又没有找到 愿意接纳他们上车的人 现在 这些人已经活活冻死在了雪地里 我粗略扫了一眼 倒在雪地里的人 足足有七八个 还有的太远就看不清了 那么 冻死在车里的人呢 又会有多少 我看看附近 有些车子一动不动 任凭怎么按喇叭都没反应 后面的车只能绕着路开走 这些司机 我心下一沉 攥着方向盘的手不断用力 极寒降临的第一天 就死了这么多人 我第一次直面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可是不容我多想 前面的车已经开走 我甩了甩脑袋 跟着加速下了高速 整个城市的夜生活 突入地按下了暂停键 原本满大街路串喝啤酒的人 已经一个都看不到了 目光所能及之处 只剩下一片死寂 我妈擦了擦车窗上的白雾 忧心忡忡地靠到我爸身上 家里离机场不算太远 开了半个小时 我们总算到了地方 小区里的超市 挤满了穿着羽绒服的人 每个人都戴着帽子和围巾 全身只露出一双眼睛 我们也去买点吧 我妈看着窗外犹豫到 兰兰买的那些东西 不知道能撑多久 咱的囤点 横竖这大冷天的也坏不了 我爸点点头 拉开车门下了车 这个超市平时看着挺大的 上下两层 现在却人满为患 所有人都提着篮子挤在一起 大声吆喝着 我妈一马当先杀进人群 这下也不挑什么 小鸡蘑菇方便面不好吃了 能拿到的也不管是什么 通通塞进篮子里 尤其是辣椒和酒特别受欢迎 我们去的时候 货架上已经没剩多少辣酱和酒了 剩下的我妈干脆招呼着我爸 直接包了园 我们回来的时候 超市刚刚开门 然而这样人也已经非常多了 只买到了货架上剩下的东西 外面的人越来越多 可是超市里的东西已经没了 除了一些日常用品 所有的货架都空荡荡的了 一个大妈开始嚷嚷 你们都拿走了 我们买什么 有没有点素质 可是所有人都在各顾各的 没人搭理她 还有穿的很时髦的小情侣 女生有些担心 没吃的了 咱们怎么办啊 男生满不在乎 没有就没有呗 都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 就是气候一场罢了 咱家里还有方便面 先回去吃面 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来 我妈头发都被挤得乱糟糟的 可她还是很开心 得意的指着矿子里的老干妈 要不是我手速快 就被另一个老娘们抢走了 寒风越来越猛 雪花足足有半个指头大了 不一会儿 我们的睫毛上 就上了一层白色的霜 脸被割得生疼 我们仨顶着风 终于进了楼道 楼道里冷冰冰的 一丝脑活气也没有 不过好歹没有风了 上楼的时候 我们碰到了几个邻居 大家手里都提着菜 有的买了大白菜 有的买了萝卜 还有的买了不少素食产品 只有我家楼上的那个女人 手里空空如也 大概是下来晚了 她什么都没抢到 盯着我们手里的袋子 三溜溜倒 我老公说了 这条过两天马上就好了 你们买这么多小新 吃不掉烂在家里 所有人默契地忽略她 楼下的老太太叹了口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条冷的 我儿子和媳妇 都在公司回不来了 是啊 公交地铁都停运了 打车也打不到 昨天还热得要死呢 新闻也没说 啥时候能结束 另一个女人 搓了搓动的通红的手 抱怨道 我家冬天衣服 都带回老家了 这好不容易才翻出来 一件棉服 不然非冻死不可 老太太有些羡慕地 看着我妈 还是你家好 一家三口都在家里了 你不用操心孩子了 我妈安慰了她两句 下了电梯 家里冷得跟冰窖似的 我买的肉类 在储藏室里 冻得硬邦邦的 好在现在店还没断 我赶紧把外面的空调都打开 吹了半天才算暖和过来 所有的门窗缝系 都被我封死了 只保留了大厅的两扇窗户通风 恢复了红润 她把羽绒服脱下来 走到电视前面 按开了开关 事发突然 我们还没看过新闻 新闻里一片静好 还是昨天的重播 找不到一点寒灾的端倪 只有一条紧急插播 提醒居民 做好异常气温的应对工作 注意防寒取暖 毕竟时间太短了 才过去了半天而已 但是微博和朋友圈 已经炸锅了 我打开手机 警号降温话题 已经冲上了热搜 所有的人 都在热火朝天的讨论着 我们这边突然降温了 家里现在都零下20度了 什么情况 北京市也是 睡觉之前还热得我不行 还发布了高温预警 结果他妈的半夜 居然被冻醒了 窗户都结冰了我靠 雪已经堆到脚踝了 我是不是还没睡醒 我皱眉 很显然 大家现在都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还是以一种玩笑的口吻 在讨论这件事 甚至我朋友圈 还有个傻缺 出去在雪地里拍了视频 躺进雪里滑动了四肢 开心的乐不可知 我不是圣母 也不想当什么出头鸟 但犹豫了一会儿 我还是发了个微博 可能是末日降临了 想办法囤点物资吧 警号降温 因为带了话题 我的微博下 很快多了几条评论 小学生 电影看多了吧 还囤物资 这就是反常自然天气罢了 制造什么恐慌呢 我也觉得有末日的感觉 好可怕 地震屯岩没吃够是吧 要屯你使劲屯 我叹了口气 关上手机 再去歇会吧 昨晚上也没睡好 我看着站在窗边 醋眉抽烟的我爸 保存精力 难熬的还在后头脑 等躺在床上的时候 被压制的疲惫 才从我身体深处涌了出来 这三天来 我几乎是不眠不休的 在何时间赛跑 现在终于算是告一段落了 现在我反倒有点庆幸 我爸是个孤儿 我姥姥姥爷去世的早 家里也没什么亲戚了 不然一大家子人 有我操心的 这一觉睡得死沉死沉的 梦里 我似乎坠入了极寒的冰海 低温像是长满了触手的 怪物般缠住了我 把我不断向深渊里拖下去 我是被我妈的 惊叫声吵起来的 我猛的掀开被跑了出去 发现我爸妈正站在窗边 我妈捂着嘴 我爸则是一脸凝重 我走过去 发现窗外穴已经小了一些 可是温度还在下降 一夜过去 整个世界已经彻底被冻住了 放眼望去 所有地方都是白的 一开始 物业还顶着冷风扫雪 可是实在太冷了 很快物业也都回去了 我家是在边楼 能看到街上人倒是不少 所有人都挤在超市门前 一晚上过去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寒潮已经降临了全世界 这绝对不是什么 暂时性的反常天气了 我爸搂住我妈的肩膀 把她从窗边拉开 小声安慰道 别怕 咱家东西多 肯定没事的 我妈红着眼睛点了点头 一边主持人的声音传来 早间新闻正在播报这次的降温 不仅仅是这里 美国 俄罗斯 日本 德国 印度 墨西哥 澳大利亚 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在降温 自由女神的火炬上 积着厚厚的雪 金字塔周围的沙漠被白色覆盖 而度假天堂马尔代夫近海的海水 甚至已经冻结了 翻卷着的浪花 定格在了最后一瞬间 戴着眼镜的拖头专家 对着摄像头解释 这只是一场由太阳药般爆发 引起的寒潮天气 很快就会过去 让民众不要惊慌 我冷笑一声 走到一边开始准备午饭 大冷天的 突然很想吃热腾腾的火锅 正好锅底和蘸料都是现成的 之前买了不少 刚才我妈抢购到了几盒肉卷 我又拿了点海鲜蔬菜和丸子 现在储藏室的温度 对于外面来说 简直就是春暖花开了 我索性直接拔了电源 人在末世 更应该活得好一点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也许一顿温暖身心的火锅 会让我们更有勇气 面对未知的灾难 微辣的牛油底料 在热水里慢慢化开 很快沸腾出了 混合着辛辣的香气 我切了点葱段姜片 放进去驱寒 等水沸腾后 把肉夹了进去 截着白霜的肉卷 遇到废水 很快就软了下来 颜色褪去了鲜红 在辣汤里沉浮 我妈脸上的愁容 被蒸腾的热气一熏 立刻就消失了 忙不迭地从滚水里捞肉吃 楼下的超市算是比较高端的 卖的都是好肉 捞起来肉片纤维碧线 浸透了微辣的汤汁 再混合了麻油香油 蒜蓉 小米辣 香菜和小香葱的麻酱里一滚 裹住了浓稠的蘸料 就已经够了 牙齿轻轻一压就裂开 溢出了鲜美的汤 现在还没停电 不过外面太冷了 家里的空调也不是很顶用 我们起床的时候 都裹着厚厚的法莱绒睡衣 一口火锅下去 我浑身都被这股热辣 激出了汗来 我爸不知道 从哪个冰箱里 掏出一瓶冰啤酒来 乐了 这冰箱都成保温箱了 要是把这啤酒放外头 非冻炸了不可 谁吃火锅面 我从冰箱里 找出一盒手擀面来 太奢侈了吧 我妈瞅了我一眼 又是肉 又是海鲜 又是毛肚的 连手擀面都拿出来了 安心吃你的吧 我爸给他碗里 加了一筷子鸡尾虾 这日子 还不知道能过到什么时候 趁着有的吃的时候赶紧吃 我妈撇了撇嘴 把碗举起来 给我也下一把 火锅面 火锅的灵魂 如果收尾 不用火锅面这顿火锅 就算白吃了 本来没有味道的面 在已经煮过肉 和海鲜的汤锅里 浓浓的入了胃 每一根面 都成了微微的红汤色 混着一把小油菜 吃到肚里满足感 简直爆棚 我打了个宝格 也懒得收拾碗筷了 摊在椅子上刷手机 没记错的话 还有几天就要彻底 断水断电了 断网就更不用说了 我要趁着现在 看看外面怎么样了 新闻已经更新了世界范围 因为这场低温死亡的人数 美国48713人 俄国514186人 英国13652人 就连新加坡 都有3560人 在寒潮中冻死 这些人大部分 都是无处可去的流浪者 在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 没有一点反抗能力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罢了 接下来死亡人数 会成爆炸时增长 人类在这种天灾面前 就像蠢蚁一样脆弱 打开朋友圈 昨天那种开玩笑的气氛 已经彻底消失了 几乎所有人 都在讨论这场降温 我家已经零下了 开空调都不顶用了 怎么办 这次降温 到底要持续多久啊 专家说这只是暂时的 我看美国都开始零元购了 这是全世界范围的灾难啊 冰河气到了 人类要灭绝了吧 群里消息刷屏快的 我几乎都看不清 大家清一色的都在同物资 虽然所谓的专家说 这只是暂时的 但是所有的超市 几乎都被抢过空了 有个宝妈在求助 家里奶粉不够了 有没有人有多余的奶粉 这条消息很快被刷上去了 没人搭理它 这种灾难面前 人性的自私似乎也无法指责 我叹了口气 很显然大家完全不相信 对未来要发生的灾难 还一无所知 零下20度的温度 只会维持一两天 很快气温就会继续下降 而那时断水断电的人们 将求生无路 短短三天 地球人口就会锐减三分之一 寒灾地狱已经开始了 果然 第三天半夜里 我是被生生动醒的 梦里我似乎被动在冰块里 全身的每一个毛孔 都往外散发着寒气 冷得我浑身蜷缩起来直哆嗦 等我冻醒后之后才发现 屋里冷得出奇 冷空气沉沉地堆在地上 连呼吸都凝制起来 我真的好像睡在一个冰窖里 哪怕穿着厚厚的睡衣 全身也都是冰凉的 我呼了一口气 惊奇地发现 居然变成了白色的哈气 我心里咯噔一下 马上冲到空调面前 果然 空调屏幕彻底黑了 已经不运作了 极寒降临的第三天 我家断电了 我爸妈也冻得起来了 我妈搓着手 说话的时候全是白气 好冷啊 谁把空调关了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温度计 零下34度 这还是在屋里装了隔热层 也就是说外面的温度又降了 说不好 已经得有零下40多度了 我爸面色也难看起来 他摁了一下屋里灯的开关 毫无反应 大堂里一片黑暗 只有窗外月光映到雪地上 苍白而微弱的光 停电了 我爸声音严肃起来 兰兰 你不是按了烤火炉吗 我去爆柴火 咱们今晚上围着炉子睡 为了应对停电屋里煤炉和烤火炉 我都装上了 但是煤炉通风不好 容易中毒 优先选择还是烤火炉 我爸抱着一捆柴火 堆在炉子里点上火 我们就围在旁边的地毯上 裹着睡袋睡觉 黑暗里 橘色的火光驱散了寒意 我冻僵的手脚 在刺痛后慢慢恢复了知觉 木柴烧的劈啪响 不时有几点火星子 飞溅在空中熄灭 虽然比不上空调 但是也暖和了不少了 看着跳动的火苗 听着耳边木头爆裂的微弱声音 一阵困倦慢慢袭上大脑 我闭上了眼睛 停电后 事态彻底失控了 手机还有店的业主在群里刷屏 有没有多余的衣服 孩子快冻死了 求求大家救救我们吧 家里断粮了 高价收粮 价格好商量 谁也没了 水管都冻炸了 物业能不能得想想办法呀 再这样下去 我们不冻死也要渴死了 可是已经没有物业了 楼下传来了玻璃爆裂的声音 我探头往下一看 心神俱阵 有人已经耐不住饥寒 开始攻击店面 砸烂玻璃后 冲进去打砸抢烧 我心脏咚咚乱跳 看向储藏室 之前忽略了这方面的危险 我家囤了这么多东西 一旦被发现 后果难以设想 就在我慌乱的时候 楼道里居然真的传来了 框框的砸门声 我爸朝我比了个晋升的手势 抄起一把菜刀 捏手捏脚的往门口凑去 砸门声越来越近 重重的脚步声 好像踏在了我的心上 男人的骂骂咧咧声 回响在封闭的楼道里 不一会儿 脚步声逼近 我的大门猛的被砸响了 开门 开门 有吃的没有 拿出来给我们分分 我们全家对视一眼 谁也没有出声 这个声音我们都认出来了 是楼上的男人 听说他之前是混社会的 后来扫黑除恶黑老大进去了 他也跟着蹲了两年 出来找不着工作 就一直蹲在家里 这个男人一米八多 又高又壮 又浑身都是纹身 看着就很不好惹的样子 我们不是圣母 他家之前还找过我的麻烦 我没有那么多的善心 我知道你们家有人 你们前几天还装修呢 再不开门我就撞门了 男人恶狠狠道 在没得到答复后 开始用力撞门 我的心提到嗓子牙 手里的菜刀不断握紧 最坏的结果没有发生 我家的大门还算结实 他撞了半天纹丝不动 骂了一声往下一家去了 看来楼上是断了顿了 本来也不会发昏出来抢吃的 只不过此时人人都是家门紧闭 他们也讨不到好 我松了口气 手里黏糊糊的 汗很快就冰冷一片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每天都窝在家里 所有的被子都被拿出来 堆在了床上 可是即使身上盖着好几层被 夜里脚还是冷的 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小心了许多 待味道的吃之前 都先用胶带把门窗封上 皮肤无罪 怀必其罪 这个时候的人性是不能信任的 秩序彻底混乱了 每天楼下都能传来打砸的声音 倒在雪地里的尸体 除了冻死的 还有被杀死的 天气太冷 血液流出来一会儿就冻住了 变成了血冰 楼上的男人 天天吆喝着砸门 可是没人给他开门 砸了三天的门之后 他也没有再出现过了 事情还是朝着 最糟糕的方向发展了 一个月后 我们的柴火和煤块 快要见底了 时间太紧 我手里的钱也不多 能买到的燃料实在有限 尽管已经省着用了 可还是快要消耗殆尽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妈冻得瑟瑟发抖 面色清白 我把买的暖宝贴在了 她身上还是不行 在绝对的低温下 连男宝宝似乎也热不起来了 我们都知道 再找不到燃料 我们都要死 就在我们焦头乱额的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我爸还以为是楼上 警惕地凑了过去 结果猫眼里居然是物业 自从寒灾降临后 物业就再也没在群里说过话 这次不知道怎地 却突然出来了 我们还在纳闷 物业却好像明白了我们的防备 他把脸露出来 让我们看了一眼 又赶紧厚厚地包了起来 闷声闷气道 陆先生 小区业主家里 都没有能取暖的东西了 我们打算去郊区的树林 砍一些柴火回来烧 你们要不要一起 他也没等我们回答 自顾自道 队伍十点在小区门口集合 我们争取在太阳落山之前回来 说着他就又去敲下一家的门了 人多力量大 物业是想多找点人 这样万一碰上什么事 也能大把手 敲到楼上的时候 楼道里传来女人尖锐的声音 神经病啊 你知道我们一年 交多少物业费吗 你们难道不该砍回来 给我们用吗 而且我家也没吃的了 赶紧送吃的来听到了没有 不然我去投诉你信不信 物业简直气笑了 跟他骂了几句后觉得没意思 干脆不搭理 他继续往上走了 我爸犹豫了一下 回屋里找了一件最后的皮帽大衣 穿上 外面又努力裹上了一件羽绒服 我跟着去看看 你们娘俩在家里等着 说着他就要开门 我妈急了 我跟你一起 你自己一个人能多少柴火 懒懒看家 我叹了口气 一起吧 多弄点 咱们少出去几趟 我爸拗不过我们 我们三个人全副武装出了门 家里只有菜刀和砍刀 临走之前我想了想 又揣了一把匕首放在怀里 到了楼下 附近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大多数都是些年轻人 老的也有 只不过很少 大部分老人是熬不过这样的低温的 能不能顺利回去都说不定 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 谁也不愿意出来冒险 我视线随意撇向一边 又猛地僵住 躺在地上的尸体 大家都有些见怪不怪了 只是尽量离得远一些 但是不远处的那具女士十分变熟 是住隔壁开麻辣烫的大婶 她早年抛夫妻子 跟着情人私奔来的这里 结果情人其实有老婆 把她抛弃后 她也没脸再回去 干脆就自己在小区里支的摊子 慢慢地越做越大 买了店面 她身上衣服裹得很厚 脸上煞白 几乎和雪地一个脸色了 睁着眼睛蜷缩在街角 死不瞑目 我心里猛地一颤 也算是熟人了 明明前段日子我还见过她 涂着大红嘴唇 张扬热情的样子 现在她就静静地 冻死在了角落里 惨白而冰冷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死在这里 是在屋里冻得受不了 出去找法子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但我心里总觉得堵得慌 我知道 像这样的死人 现在已经全世界到处都是了 无暇多想 物业拿了个大喇叭 在前面喊话 业主们 现在突逢灾难 大家必须齐心协力 才能生存下去 大家都知道 在这种温度下 我们熬不过去多久 东边的郊区有一片树林 我们可以去砍一些木柴 回家取暖 现在出发 我们一定要赶在 太阳下山之前回来 没人吭声 很少有人家里 会存那么多吃的 半个月基本上 就是普通人家生存的极限了 现在大家都又冷又饿 完全是凭借着 活下去的信念出来的 寒风席卷着地上的 雪扑面而来 人的脸先是感觉到 难以忍受的刺痛 过了一会儿 便开始发麻 最后就会失去知觉 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现在外面的温度 已经达到了零下50多度 在这种温度里 肢体裸露一会儿就会坏死 不知道走了多久 旁边的一个女生 突然惊声尖叫起来 我扭头一看 后背出了一身的白毛汗 她的耳朵 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在了外面 大概是风太大 冻挖了没有感觉 此时一碰 那冻硬了的耳朵 居然直接掉了下来 然而没有血流出来 耳朵静静地躺在地上 女生惊恐万分 哀嚎着哭泣 救救我 我的耳朵掉下来了 送我去医院 然而没人理她 医院也早就关门了 现在去哪里找医生接耳朵 更不用说非亲非故的 大家现在只想去小树林里 砍到足够取暖的柴火 长久的压抑 加上这一幕的刺激 那个女生淒厉地嘶吼一声 亮呛着奔向了远方的雪地 没人去拦她 这种天气脱离了队伍下场 只有一个 大家心里都清楚 一边年长一些的女人 低声叹了一口气 风雪越来越大了 正午的天空也会蒙蒙的 漫天都是飞舞的雪花 我只觉得 这辈子都没这么难熬过 完全是机械式的 凭借着毅力在往前走 所有的车都启动不了了 仅剩的油也都被弄了出来 各自家里取暖 不然我们也不用这么费力地走去 就在我要坚持不住了的时候 走在最前面的物业突然说话了 声音里带着一丝激动 到了 咱们尽可能地多砍一些 减少出来的次数 不用她说 所有人都肉眼可见地兴奋起来 刚才还死气沉沉的人群 一哄而散 冲进了被积雪覆盖的林子里 我爸拿出菜刀 用力地劈砍着树枝 现在也顾不得什么干柴失柴了 能烧的都是好柴 一瞬间 不大的树林里到处都是人 人人挥舞着刀具 疯狂地砍伐着树木 出来的时候我背了一个筐子 还带了一捆床单缠成的绳子 我爸妈在前面砍 我就在后头收拾 人多力量果然大 很快我身后的被篓就满了 剩下的用绳子捆起来 系在我妈身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眼前的树上 我不用砍柴 四处扫尸 然后视线就被不远处的一个小雪堆吸引了 吸引我的不是雪堆 而是雪堆边上露出的一小块灰色 被积雪覆盖很难看得出来 我私下瞥了一眼没人注意 偷偷跑过去 把手伸进穴里一拽 一只冻死的野兔身体僵硬 直挺挺地被我握在了手里 果然是兔子 之前我散步到这的时候就见过兔子 野兔的速度快得惊人 搜了一下就从我面前跑了过去 钻进了树林里 现在温度太低 这些野生动物也死得七七八八了 我用身体遮挡着别人的视线 不着痕迹地把兔子塞进被楼里 用厚厚的柴火盖上 我家还有一些吃的 只是能撑多久谁也说不好 这时候没有人会嫌弃物资太多 刚想站起身来 我紧觉得抬起头 却发现一边裹着一身皮草的女人正在看我 我心里一沉 她却没有说话 只是冲我点了点头就走了 我有些惊讶 随即就认出了那个女人是谁 是楼下的邻居 之前她女儿满月的时候 还对我们送过喜饼 平常见了我们都会打打招呼 她看见了我捡到兔子 却没有嚷嚷 也没有过来找我分 我心里五味杂陈 决定晚上做好了兔子 去给她送一碗 别人仁义 我也不能假装看不见 太阳逐渐蜥移 物业看了看天色 大声招呼我们 得赶紧走了 不然回去的时候天就要黑了 我们都得活活冻死 大部分人虽然舍不得 却也实在撑不下去了 收拾收拾柴火 就跟着往外走 只有那么零星几个人 还想多砍一些 没听见似的 继续挥动着手里的刀 物业见状安安叛气 却也没有多说 领着我们就开始往回走 回去的路显得更加漫长 下午了 温度也开始不断降低 然而有了身上背着的盼头 大家都是干劲十足 居然比来的时候 速度还快了一些 所有人都似乎有了生的希望 眼神里闪过一丝光亮 我加快脚步进入楼道 狂笑的风被甩在身后 楼道里冷得像是冰库 然而好在没有风了 四周都寂静一片 夕阳漫天的金光 被风雪撕碎 只留下昏暗的余劲 透过窗户稀疏的印进来 我甩了甩头发上结的冰 却在抬头的一瞬间 浑身僵硬 昏暗的楼道里 我家的拐角处 出现了一个扭曲细长的黑影 黑影的手里 刀锋被拉得很长 我朝身后的爸妈 使了个眼色 指了指那个黑影 我爸会议 把身上的柴火解了下来 快步走到我身前 掏出身后的菜刀 夜手捏脚地往上摸去 黑影听到声音 微微一动 你他妈的 就在我爸上楼的一刹那 他猛地用刀 朝着黑影劈了过去 目骂一声 楼上的女人 狼狈地从阴影处 亮呛出来 闲闲躲过我爸手里的菜刀 却慌的手一松 西瓜刀筐当一声 掉在了地上 他咬了咬牙 刚想弯腰去捡刀 却被我妈眼几手快地 把那西瓜刀一脚踢开 果然 楼上不想出去砍柴遭罪 干脆躲在我家门口 打算抢现成的 在这种时候 抢夺物资无异于杀人 更何况 他手里拔着那么长的一把西瓜刀 女人表情猙獰 尖叫一声 朝我扑了上来 你们还有没有心 我们一家都要冻死了 我老公都病倒了 有柴火 为什么不能分给我们 快把柴火给我 我冷笑一声 他似乎还觉得 这是在末日之前 习惯了用他虎脚蛮缠这一套 可是现在 没人会再惯着他了 我一闪身 女人手力不住向前扑去 我不着痕迹地伸出一只脚 他踢下去 卡在走廊栏杆上的西瓜刀刀间 从他胸前冒了出来 衣服阴出一片暗色 女人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 哆嗦着嘴唇 你们 你们居然敢杀人 快送我 去医院 我面无表情道 我们这是正当防卫 而且谁杀你了 你这是遭报应了 女人还想在说话 却一口气没有提上来 他双目圆睁 没了呼吸 身上腺素疯狂分泌的时候 没有觉得什么 现在人一死 我和我爸妈 心情都有些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们都是守法公民 从来没有违法乱记过 然而此时 却直面了一个死人 虽然不是死在我们手里 却实在不能说 跟我们没有关系 可是太冷了 这个温度已经不容许 我们在这里发呆了 我爸叹了口气 赶紧招呼我们进了家门 到家后 我们把仅剩的一点煤块 放进碳炉里烤手 血水融化滴滴答答的落在地上 再次凝结成冰 砍回来的木头 也被我们放在碳炉前烘干 好晚上用来烧火 这一趟出去 我们一家都冻坏了 尤其是我妈 一直止不住的哆嗦 手烤了好半天 才勉强恢复直觉 夕阳西下 天边渐渐染上了墨色 黑暗笼罩了天际 轻视夜生活还算丰富 以往这个点 四周都会亮起灯来 马路上车水马龙的穿梭 然而现在 视线里全是一片黑暗 外面除了寒风的怪叫 就只剩下了一片死寂 看到我爸妈 心情都有些低落 我把木柴都倒了出来 从筐子里掏出了那只兔子 开心道 看看 这是什么 我刚在树下剪的 我妈眼睛就跟电灯泡 拉线了似的 刷了一下就亮了 也顾不得烤手了 一把夺过我手里的兔子 没看眼笑 兔子 哎呦 我们家兰兰真是小复兴 那么多人都没见着 就你剪着了 我爸也乐了 我去收拾收拾 今晚上做个爆炒兔肉 吃了几天冷饭 咱们也热乎热乎 我爸是四川人 做了一手好冷吃兔 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 他总会做一罐子冷吃兔 给我带去学校吃 现在天冷 他把柴火架在炉子里烧起来 抓了一大把辣椒 花椒 八角扔进锅里炒香 把切成小块的兔肉倒了进去 滋啦 水在油里炸开的声音 我已经太久没有听过了 此时一听这种声音 眼眶一酸 居然几乎要掉下泪来 兔肉在锅里爆炒上色 热气腾腾的弥漫着奇异的香气 我不停地吞咽着口水 肠胃如冻 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 不一会儿 肉出锅了 我爸把兔肉盛在碗里 又把烧好的血水 倒进自热米饭盒子里 有些烫手的米饭弥漫着热气 我们一家三口围在桌前夹着兔肉 兔肉混在辣椒里 颜色赤红成亮 油香油香的 咬一口就被那惊人的弹河嫩折服 满嘴都是麻辣回甜 兔肉很新鲜 仅是细嫩又有嚼劲 连带着微甜咸香的酱汁一起进嘴 我们三个人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筷子快出了残影 在碗盘之间飞舞 到了后来晚上这一顿也没了 眼下在吃浸满了香气的热饭和热菜 所有人都感动得眼泪汪汪 吃完饭 我把楼下邻居的事跟我爸妈一说 我妈犹豫了一下 装了一碗兔肉 用保鲜膜封的严严实实的给楼下送去了 楼上女人的尸体还躺在楼梯上 已经冻僵了 脸色惨白 我妈皱眉闭着眼跨过去 眼下家家户户都开始断顿 家里的存粮基本上都吃光了 我妈小心的不让兔肉露出一点气味 敲开门一把塞了过去 就小跑着回了家 邻居愣了一下 他大概是没想到 我们还会把兔肉分给他 朝我们赶基地点了点头 赶紧把门关上了 家里的柴火已经省着烧了 可是也只烧了不到两周 两周后 物业再次聚集小区里的业主出去砍柴 只是这次人又少了一大半 稀稀拉拉的只有十几个人 断粮断电 很少有人能坚持这么久 最后一根柴火用完时 我爸烧了一锅肉汤 冰天雪地里能喝上一碗辣辣的肉汤 简直是无比的享受 可是我们三个人 谁也没有露出喜色 大家都知道 最后一根柴火烧完了 我们即将面对的 就是无尽的饥寒 最后的时刻 终究还是到来了 时间似乎也被冻住了 过了不知多久 连最后的木柴都没有了 东郊的小树林 已经被幸存的人砍光了 就连街上的绿化带和树木能砍的 也都被砍了 放眼望去 整个世界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银白色 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60度 我们一家三口 没了任何活动 每天都裹着好几层被子 躺在床上瑟瑟发抖 我们有吃的 可是没有火来煮 四周都是雪 可是无法烧成水来喝 每天我们只吃一个冻馒头 那馒头冻得严严实实的 比石头还硬 扔出去估计能砸死人 全世界都被冰封住了 以往对面楼上 隐约的蜡烛光亮消失了 就连物业也很久没来过了 似乎所有人都已经死光了 天地间只剩下了我们一家三口 在苟延残喘 而我们 大概也马上就要死了 我妈钻到我被窝里 紧紧搂住我 低声唱着小时候 哄我睡觉的催眠曲 只是唱着唱着 她就哽咽了起来 她拍着我的背 颤声道 睡吧懒懒 睡着了就好了 我爸也从一边走过来 裹着毯子揽住我们 闭上眼睛 下辈子 我还当你爸爸 他说 我带着哭腔孝道 风水轮流转 爸 下辈子该我给你当爹 我照顾你了 他一瞪眼睛 小兔崽子 说什么呢 老子永远是你爹 五十多岁的大男人 漠然红了眼眶 是我没本事 照顾不好你们 没事 黄泉路上 咱们一家三口照应着 下辈子好好投胎 我流泪点点头 微微苦笑 难不成重活一事 我还是逃不过这样的命运吗 也是 寒灾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我们能坚持到 现在已经尽力了 身上的刺痛慢慢退去 我感觉四肢都逐渐消失了知觉 然后一种奇异的温暖 涌现了上来 我知道 这是人体室温后的错觉 登山对冻死后被发现时 有些人把衣服都脱光了 看起来像是活活热死的 其实只是室温产生了幻觉 我现在 大概就是这样吧 可是那温度越来越明显 我促眉睁开眼 摸了摸身下的电热毯 不是幻觉 触手所及 真的是暖的 就在我纳闷的时候 客厅里的电视 突然传来了微弱的滋拉滋拉声 我们三个对视一眼 争先恐后的仙态被子 连滚带爬地跑出去 大概是电子元件被冻坏了 电视屏幕一道一道地闪烁着暗光 看起来已经坏了 然而 那里面传来的声音 却让我们热泪盈眶 中央广播电台 中央滋拉 电台 抗击寒灾是关系全人类的大事 滋拉滋拉 全国之力进行救援 目前中央抗灾指挥总部 已做好救援部署 救援队已经开始持援八方 部分地区供电已经恢复 滋拉 相信生命的顽强 祈求生命的奇迹 请大家坚持住 我们绝不放弃 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 掉在地上 成了一个个的小兵疙瘩 我一屁股坐到地上 抱着电视嚎啕大哭 我爸妈也抹着眼泪 相拥而泣 线路大概被冻坏了 灯忽闪忽闪得很昏暗 可是外面的楼 却亮起了无数盏灯火 在夜里连成了一条闪耀的长城 有人用微弱的声音 对着外面喊 还有人活着吗 过了一会儿 就在我们失望的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女生 在夜空里响了起来 这里还有 不一会儿 又一个人出生了 这里 28号楼23楼的邻居在这 你们还好吗 有人哭道 我楼上楼下都死了 只剩我还活着 我也在 国家已经在救援了 邻居们挺住 我们一家三口都在 我也还活着 有人有吃的吗 我们要饿死了 所有虚弱的声音汇聚在一起 点亮了声的希望 我带着哭腔 朝着夜空大声道 我也在 我们一定能活下去 晚安